大家好,我是紀錦成 今天又來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說 詩儀跟主持人它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們要把主持人跟詩儀分開來說明 第一個詩儀是不管你參加任何的活動 他只要在這個活動的儀式流程裡面 進行這個有規則性的一個引導 這樣就好 他就是詩儀 那主持人他就不同了 主持人他是在整個活動節目 是掌控主要的一個氣氛跟進度的人 包含活動的流程啊儀式啊 他都是要掌控的 都是主要掌控的那個人 所以他主持人必須控制什麼 控制整個活動 人數排列場地整個流程還有安全的維持 這一個還是一個主要的一個重點在於整場 全場的氣氛 所以說我們很多人把詩儀主持人混淆了 詩儀的訓練 只要把這個儀式流程按部就班 把他引導出來就好 引導給大家 那主持人就沒有那麼簡單 他的頭腦反應必須非常的清晰 而且能夠主控掌控全場的一個氣氛 這主持人真的是很不簡單的 所以說我們有很多在外面看到的民間的一些團體活動啊 甚至什麼親子活動 聖誕節活動 都是把詩儀跟主持人混淆了 他們只是詩儀而已 不一定是主持人 主持人就非常的重要 在一場活動 不管他任何的大小型活動裡面 他都是站著非常大的一個重要關鍵 所以跟大家分享主持人與詩儀的不同 謝謝